中国古代有两位非常牛的风水大师 袁天刚和李存峰 他们能推测大唐国运 就连五日天的火光灵都是他们给选的 那袁天刚他给自己选的灵墓是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其实呢在全国他也是有多处的袁天刚墓 这一处是在四川的浪中 他与李存峰墓是遥遥相对 这一个山呢因为他的形状是像麒麟一样 在前面还有一座山是像太阳 所以这一处就叫麒麟奔日 来到这里之后走上几处台阶 就是为这袁天刚一块很高大的墓碑 这是唯一块防古的大碑 这袁天刚这个刚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为三十六天刚那一个刚字 后面就是唯一一个墓种 但是呢袁天刚他一个真正的师身 并不是在这个风土下面 这只是唯一一个纪念性的风土 他真正的师骨藏在哪里呢 就是在后面的这一座山里面 他的地宫到底是在这一座山的哪一个位置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那到底有没有被盗 也没有一些资料去显示 关于袁天刚几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呢 就是他给五二天看相 给五二天选皇陵 推测大唐国运 在五二天小时候呢 他就见过 并且说 这个小孩子如果是个女孩的话 就可以富贵无边 无影顶天下 他还帮皇帝推测出 这将来礼堂江山会被武士所代替 这让皇帝特别的不高兴 迁入于姓武的 虽然在此时呢 这五二天他是已经进宫 但是呢 他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谁也不会想到 这一个女子 会做了皇帝 后来五二天就果然做了皇帝 为了保证大唐江山永固 皇帝要斩断全天下 其他各个地方的龙脉 唯一新男友天子气 所以呢 就让袁天刚来到这里 斩断龙脉 这就是为什么袁天刚 要来到四川浪宗 在来到之后 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在后来也是在四川浪宗所归影 他和李存风 都是将阴宅选在这里 他们所选阴宅的方式呢 和给五二天选地灵 方式是差不多 这五二天呢 为了验证 如何选择一个好地方 让他们分头去寻找 结果后来 他们所选的是 为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现在 我们在陕西所看到的 五二天那一座秦陵 最传奇的就是 他和李存风所著的推背图 在当时呢 皇帝让他们推演大唐国运 他们写着写着一时兴起 就写了两千年之后 这时候李存风还要继续写 这袁天刚就在后面 推了他一下 说天机不可泄露 所以呢 这推背图才就此玩偏 当时呢 他们已经是推算出 两千年之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据唐代 才已经过了一千多年 在清代金圣探 他是对这个推背图 做了一些注解 这之前的事情 他加上一些史料 加上自己的理解 一一相对 但是后来的很多图著 是没有人去警理 像这么牛的一个人物 虽然不知道他的墓具体在哪里 但是呢 少不了一些传说 相传呢 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发现墓所在 但是呢 将这个墓的打开之后 在下面还有一个洞 将一个竹竿往下倒下去之后 是声音不见的 将竹竿往下放 更是听不见落下的声音 哈喽人说呢 当时李存风和袁天刚 帮皇家是做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赏赐 在这墓中 也是藏了很多的金银珠宝 也是一个藏宝洞 但是呢 到底在哪里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只有等专家 一一看着之后 我们才能有幸见到 我们才能有幸见到